好 我們繼續看 我們講到 無常故苦 其實是因為執著 執著有很多種 執著愛情 執著親情 執著友情 執著武裕 執著國家 執著民族 反正很多的執著 所有執著中 所有的執著都來自一個執著 執著什麼 執著我 所謂叫做我執 其實就是我執 因為有我執 所謂有我愛 所以佛法才會才會講 無名所富 愛結所信 無名就是不知道無我 其實就是有我執 因為有我執 對於我保護 注重我的利益 注重我的感受 注重我的想法 非常地注重 越注重它那個值就越強 值越強 因為世間不斷在變化 它不可能滿足於你的所有想像 所有感受 所有需求 不可能照顧到你的所有感受 不可能滿足於你所有的需求 不可能符合你所有的美好印象 不可能 所以你會因此而產生痛苦 那個就是因為執著而產生痛苦 所有的執著 不管是什麼執著 執著無欲的滿足 這是一般人的 那麼執著於感受 執著於印象 常常在追求那個美好的印象 常常在追求那一種快樂的感受 那麼感覺 那麼所以追求得到 那麼你怕他失去 抓得更近 追求不到就產生痛苦 已經追求到又失去了 那麼也更痛苦 所以不管你正在追求中 已經追求到 還是追求到又失去了 他都一直在痛苦中 只是這個苦又有分層次如此而已 所以沒有不苦的 從這個地方來講 所以因為這樣 我們講無常故苦 無常之所以苦 那是因為有執取 所有的執取不離開我執 那什麼叫我執 分析來看 就是執取色受享行事 這個色受享行事為我 那麼我們總稱叫做我 但是基本上分開來 就是色受享行事 或是眼耳鼻舌身意 色身相味觸法 那講多一點就是十八戒 那麼所以他這裡才會跟你說 那麼你要捨離這個 對色受享行事的執著 那麼因為你要看清楚 這一切都在變化 如果你已經捨離了 如果你已經捨離了 那麼你的身心 比如說我們現在很執著 因為無常故苦 但是當你震了阿羅漢的時候 身心還是無常 身心也是無常啊 你沒震阿羅漢以前的身心是無常的 讓你痛苦 可是你震了阿羅漢以後的身心 還是無常 你沒有震阿羅漢以前的世界是無常的 你震了阿羅漢以後的世界還是無常 可是為什麼一個讓你痛苦 一個讓你不痛苦 在於你的執著不執著 你有多深的執著 你有多重的執著 所以問題在這裡 好 所以我們往底下看 所以他先讓你看到無常 他說無常 無常就是苦嗎 是的是苦 從這個角度說是苦 當然我們可以從 只要是凡夫沒有不苦的 因為他所期望的 並不會都如他所期望的出現 即使是天上 天上的人很少有求不得苦 沒有 因為他失一得一 失失得死 欲戒天的人很少有求不得苦 色戒天無色戒的人根本就不求 他不求無欲 他沒有直取無欲的心 沒有 但是還是直取有那種身心喜樂的 的那一種熱壽的心 還是有 但是他也不會失去 他一直在那種熱壽裡面 非想非非想八萬大節不求不取 但是他還是有我直 他就在那種享樂當中 可是八萬大節過去了 無常啊 就叫辛苦嗎 掉下來的時候 我的直徑不見了 被破壞掉了 他那個時候就產生痛苦了 所以如果你沒有出山見 你的我直沒斷 你只是扶住 你只是扶住 扶住 讓那個苦受看起來沒有 實際上你的我直沒斷 那個苦受只是也暫時扶住而已 他並不是沒有 所以他才會從根本上 叫你從根本去解決 苦疾 你要離苦一定要先知道苦因 你不知道苦因你離不了苦 就好像你要治病 就好像你要治病 一定要先知道這是什麼病 什麼原因生這個病 你知道了 你才好去找藥 什麼藥可以治這個病 那治到什麼樣的程度 才叫做把這個病治好 斷根的 永不復發 一樣的道理 那麼所以 他底下就講 佛告比丘若無常 無常疾苦 無常是苦 無常苦 是變異法 那麼就是因為他不斷 不斷在百變 不斷在百變 我們 這個中國文化裡面有一本經 叫做《易經》 《易經》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道理 就是變異 其實他是講無常的 不斷變異 只是說你知道 但是不管怎麼變 它有一定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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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知道 它之所以這麼變 是遵循於什麼的法則 就好像說 舉個例來講 比如說 短命多變 短命多變 是因為 之所以會短命多變 你本來應該長受健康的 你希望長受健康的 但是你因為短命多變 那麼 它一定有它的原因 那麼你把這一些造成 造成短命多病的原因都預防了 你就不會短命多病 所以你才能夠提前去預防 就好像颱風來了 你為什麼要窗戶要關好 那個大樹要先鋸掉 因為先預防 那一樣 我們怎麼樣預防 我們未來的痛苦 你要知道苦都是從哪裡來的 它有苦因 你要怎麼樣預防 你長夜的生死 你要知道生死是有因的 生死以什麼為因 以我見我持我愛為根本因 看起來好像父母把我們生出來 其實不是 是我們的煩惱就招感了這個生死 我們的夜招感了這個生死 所以叫做夜感緣起 那麼才有了這個身心 那為什麼你是男的 我是女的 你是黑皮屋 我是黃皮屋 你是長頭髮 我是短頭髮 你有頭髮 我沒頭髮 就是這種外形上的不同 還是因為業力的不同 所以叫一手果報 有隱頁有滿頁 那麼你了解了這個道理 你就知道 那如果我在還沒解脱之前 我要怎麼樣盡量的避免痛苦 這個其實也是預金在講的道理 那麼你好好的把這個道理弄清楚 你就知道解脫有解脫的因 輪迴有輪迴的因 快樂有快樂的因 痛苦有痛苦的因 但不管是什麼 這些都不斷在變化 不斷在變化 它不是一因一緣 它是各種各式各樣的條件 這些條件裡面有主要的條件 有次要的條件 有不是很重要的條件 但是它都是條件之一 那麼你掌握關鍵的因素 那麼你再了解整個事情的變化 你就能夠阻擋預防 那麼阻擋這一些變化 一樣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佛法反覆在講這個道理 好 那時候 一樣 那多文聖地子 既然 既然不斷在變化是無常 無常 因為我們執著它是常 所以就會產生苦 我們希望它不要變 可是它一定會變 那我們又很執著 我們不能接受它已經變了的 那所以就會產生痛苦 所以多文聖地子 我們常常講 凡於眾生或於次問凡夫 跟多文聖地子 要多文 我常常講 中國的佛教徒就是不多文 不多文 就是誦經也不多文 多文熏洗 不斷不斷的多文 多文不是一本經反覆念 所以我很不贊成 一輩子念一部經 不贊成 而多文除了要看很多 還要想很多 但不是亂想 它有一個原則 從各個角度 單單你要 單單你要觀察我 都要從各個角度 那麼比較容易 從五韻 從六處 從十八戒 從緣起 那麼五韻裡面 你還要去觀 從色 受 想 行 事 從色裡面 你還要觀 若過去 若未來 若現在 若內 若外 若出 若細 若好 若壞 若遠 若近 你看 這個就是什麼 從各個角度 比較有助於你了解 但它也不會亂 它就是 當然你 當然你 如果從一個角度就能入 那你就從這個角度入就好 但是凡夫眾生 它不容易 因為它的障礙是多層的 它的迷惑是多層的 所以它不太能夠從一個角度 就能夠把這一些障礙都去掉 很難 很難 就好像 你如果你的病是很多種的 你不可能單吃一種藥 就可以治所有的病 一種藥只能治一種病 或兩種病 那 一樣的道理 就好像你不太可能用一把鎖 就開所有的門 因為所有的鎖 它的結構不一樣 當然 你如果有能力 就把我職斷掉了 它也不是就解脱 它趨向解脱 建貨之後還有私貨 建手斷之後還有修手斷 那麼所以它 它還是要從多方面去把這個煩惱一一降伏 其實這樣 所以佛陀才會說那麼多法 那麼五根五粒四面俗四正群 就是針對不同的人 那麼有不同的方法 針對不同的煩惱 有不同的解決方法 其實是這樣 所以多聞聖帝子 多聞才能 那麼超凡入聖 那麼已經具足多聞的聖帝子 聖帝子就已經震得無我的人 才叫做聖帝子 臨於中 哪裡還會在裡面 還會在這個無印之中 於中就是於色受想形式之中 因為它前面是講色 後面其實就是受想形式 見有我 你還會以為是有這個色受想形式的我 我是什麼 恒常獨一不變 有我是有我 但沒有真實不變的我 你不要把這裡看作是 那沒有我了斷面了 不是 佛法裡面講古我是 吾有自信我 真實常住不變的我 因為它就無常 我就是由色受想形式呵呵的 色也無常 受想形式也無常 也無常 哪裡會有一個常樂清淨真實的我 沒有 那因為我們執著 那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印度 佛陀時代的印度 多數都認為是放我的 尤其在佛陀成佛的那個時候 就是那個年代 就是差不多那個時間點 奧義書是很新盛的 奧義書講究的就是放我合一 就是你 有一點像後來有一些禪宗的也這麼講 就是明心見信 明明就是看見真心 見到自信 開始有這種心 那就是後來我們說的如來章 就是有一個真心自信 其實這個其實就有一點點接近 所謂的放我 有一個親近的真實的自信 當然這個到底它的語詞是什麼 還要看是 它這個講的人的那個內容是什麼 有時候真心就只是親近心 親近心就是無我的心 無我的心就是不執著我的心 就是這樣 就是完全沒有煩惱的心 叫親近心 但是有一些人會誤會 看到一個親近心 真實親近的心 看到一個悟母未來 為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 那麼這個其實是在印度當時 是很流行的 就奧義書最重要的概念 奧義書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放我合一 然後業國輪迴的理念 那麼業國輪迴的理念 佛教也採取認同 但是放我合一的理念 違犯親近 最後都回歸到小我入大我 這種觀念 佛陀是不同意的 就好像行善不思有福報 佛陀同意 但是你既是 既是 那麼持重到恒河裡面 然後用火供 這一些佛法是不同意的 認為這些並不能帶來 帶來幸福 有些甚至會帶來災禍 就是你想求得幸福 反而帶來災禍 叫做背道而恥 舉個例 比如說你殺生祭祀 那麼殺很多牛 那麼來祭祀這些天神 那麼天神歡喜啦 就誓給你福報 不但沒有福報 福無戒指 罪如虛擬 反而造了很多的怨 得不偿失 被道 只是因為被道而恥 那有一些就是你這樣做 那麼並不能到達究竟 並不能到達解脫 但是也沒有 現前也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傷害 就是增長邪陷而已 比如認為你念咒 念咒 這個咒就讓你解脫 你火供 你燒火 讓火持續不斷的燒 然後給它加什麼加什麼 供養這個火神阿祈禮 你認為就可以解脫 就可以得到什麼福報 你這樣也沒有傷害人 也沒有什麼造惡業 但是增長邪陷 增長於吃 有各式各樣的 那佛陀把這一些道理講清楚了 告訴你 你真正要信佛 真正要升天 真正要解脫 你必須去了解那個因 為什麼 是什麼讓你不能得解脫 但是當然這個重點就是 有沒有解脫 有些人不承認有解脫 那麼第一點是要是 到底有沒有解脫 是有解脫的 這個就是四種證件 一定是有解脫的 那有解脫就有不解脫的 解脫的叫做聖者 就這裡講到多文聖地址 那麼不解脫的就是反復 就是反跟聖人 那麼解脫是為什麼 不解脫是為什麼 所以他把這個道理講清楚了 解脫是為什麼 是因為你把煩惱斷進了 不解脫是為什麼 因為你充滿著煩惱 那斷什麼煩惱呢 根本的煩惱叫做我見我愛 就是無名貪惱 就是這樣 那麼我們慢慢把佛法釐清楚 其實佛法不複雜 也不難 但是要時間 然後要怎麼樣 要堅定的心 長遠心 所以第一個要先發 發心發菩提心 就是我要解脫發出離心 發菩提心發真善身心不管 第一個先要發心 那發心之後要怎麼樣 要相信 要堅持 要努力 他就這樣而已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就不對 那不行 但是我怎麼知道 我一開始的想法是對不對 所以要多聞宣習 其實是這樣 好 我們往底下看 他說那多聞聖弟子 寧於宗 還會在中間到 有我亦我相佔 於宗 於什麼宗 於色受想形式宗 就前面講嘛 色 就是色非如所應當盡舍離 受想形式非如所應當素舍離 舍離了之後就長越安樂 後來就跟你講 色是長還是無常 那無常是不是苦 是苦 那所以 那你會在這個色中 見有我亦我相佔嗎 那後面受想形式也是這樣 其實就是你會在五蕴當中 在這個身心當中 看到有一個我嗎 如果聖弟子當然 聖弟子就斷無我的嘛 他當然不會見有我 那凡夫即使知道無我 還是有我見的 那你說像我講這麼多 我斷無我的嗎 沒有 沒有 還是有我見 只是我見還有分 比較薄 比較厚 所以煩惱就有比較粗 跟比較細 執著就有比較深 比較淺 痛苦就有比較深 其實就是這樣 雖然都是有我 可是還是有分 那無我的人呢 無我的人也有分 出國也正斷生見 阿羅漢也斷生見 但斷的我見又不太一樣 所以 所以即使阿難很多出國的 惡國的佛陀露滅了 哭到非常傷心 不能置疑 甚至很多事情都知道要哭 但阿羅漢不會 阿羅漢也不是能血 也不是熱血 也不是沒有血 他是很清楚地看見這件事情 就好像看見樹枝落下來一樣 他既不會激動 也不會歡喜 也不會痛苦 他只是知道 風來了 樹枯了 他就會掉下來 他只是如四肢如四肢而已 世間本來就是這樣 他寧有一些感嘆 但是不會因為這樣痛苦 不會這樣難過 沒有 沒有這種心情 那這個其實我們一開始當然做不到 但是我們慢慢訓練 慢慢訓練 一次一次的 一次一次的 那麼這些都是叫我們怎麼關 怎麼關 就好像我們剛才早上講 在廣青老婆上也叫人家關五一五我 身體不是你長久可以依賴的 你不要那麼看重他 但是也不要都不管他 痛起來你就知道 但是也不要那麼注重他 那麼執著他 那你說我現在知道無我 我也知道身體不是我的 但是我就會痛苦啊 所以當痛起來的時候你就要做關照 不痛的時候你也要關照 你不能痛的時候關照 不痛的時候你就開始加強這個我指 那你痛怎麼關得起來呢 所以你要常常這樣 所以我常常講 如理思維 專精思維 掃掃思維 這非常重要 那訓習 不斷的訓習要多聞訓習 那麼多聞的前面一定要正方 一定要正確 你不正確 你學的越多 越顛倒 你以為你以為火供 會生福報 會讓你生智慧 你越供越大 這個家的東西越來越多 你以為持咒就讓你解脫 你那個念的咒 念幾百萬遍幾百萬遍 那你去找那個 找那個範音 古範音 西彈音 找到最正確的音 我告訴你 你也不可能得解脫 就是方法是錯的 方法是錯的 就好像你主沙不能煉油 你就是把太平洋的沙 大西洋的沙 所有的沙 比較大的沙 比較細的沙 全部拿來煉 觀念錯嘛 你說 那這個沙太細了煉不出油 要粗一點的沙 粗一點的沙也煉不出油 你說太平洋的沙不行 海沙不行 要鹿沙才可以 一樣不行 不是沙的問題 你如果煉種子 芝麻一顆就有一顆芝麻的油 即使很小 都比一顆芝麻的油 你煉一顆芝麻就有一顆芝麻的油 都比你煉一頓沙 你吃了一頓的沙 一百萬顆的沙 都煉不出一顆芝麻的油 方法錯 所以外道很精進 非常的用功 不能解脫 所以第一個觀念 一定要先有政見 沒有政見 不要說解脫 幸福都不可求 幸福都不可求 你要消災美難 中國人最喜歡消災美難 特別喜歡花錢消災 那我告訴你 花錢消不了災 災從哪裡啊 災就是罪业 果報 罪的果報呈現出來 就是叫做災難 這些罪從哪裡來 痛苦從哪裡來 從夜來 夜從哪裡來 就從惡夜來 惡夜從哪裡來 從煩惱來 煩惱從哪裡來 從我見我愛來 你就知道根本是這樣來的 所以緣起才會講 流轉的緣起是什麼 無明緣行 行緣事 事緣明射明射六路 六路促受愛 取勇 直取 直取什麼 事明射六路 身心靜見 然後因為什麼直取 因為無明 他就是講 後面是什麼 老病死 悠悲難無苦 悠苦悲苦難無苦 他不就講這個 不就講這個嗎 你把它弄清楚了 其實不用看書 你也知道世間是怎樣的 我是怎麼樣的 我應該怎麼樣 世間人為什麼會這樣 那我應該怎麼樣 你是清楚的喔 那雖然有時候還是起煩惱 有時候還是做不了主 因為還是有我見我愛 但是你會針對我見我愛 去降服他 去預防他 去克制他 所以我常常講 第一個 你要能夠預防煩惱是最好的 那沒有辦法的時候 煩惱已經生起來 最好的 大病 大病至於先 就是說 預防聖營治療 你能夠預防煩惱是最好的 但是有一些煩惱 你再怎麼預防 他忽然之間就有啊 人家忽然在罵你 你盡量不去跟人家 跟人家產生過節 就是你盡量遵守交通規則 但是有人不遵守交通規則 開車來轉你 那你也是沒辦法的 所以有一些還是預防 所以有一些還是預防不了 那預防就是戒 你沒有辦法 那你就是控制 控制也是戒 你就要控制 煩惱已經生起來了 要控制 控制到一個程度 你要調伏 就是沒有進的時候 你就要進行調伏 你不要 有進來的時候 你只能控制 只能控制 但是沒有進的時候 你就要趁這個時候好好關 心有力量的時候好好關 進來的時候你會執著進啊 關不起來啊 關不起來 關不起來 那麼你要關一切終生 皆我父 關不起來 你要一關 那真的是關不起來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 你要關 你要關慈悲心起不來 你要沒有進的時候 心定下來的時候 沒有煩惱的時候 這個時候要去做關 要培養這個心力 要培養這個慈悲力 要培養這個無常 關透無常的能力 廣軍老頭上就看破的能力 你要培養 你不要有進的時候 叫做臨時抱佛腳 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進的時候 你就要常常關 一有進的時候 馬上就起來 以前我有這種經驗 因為我以前天天都念金鋼琴嘛 有一次發生一件很悲傷的事 我就在那邊想 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泡影 如夢幻泡影 如是如夢幻泡影 眼淚還是一直掉 就很傷心啊 怎麼這麼不好的夢呢 能不能換一個好的夢 你看 那還是沒辦法 所以你平常的時候 好的時候不好的時候 你在管世界 夢幻不斷 不用真實 想久了 真的發生事情了 你不用特別去想喔 不用做意 不用做意 自然就會生 這樣我們就會起那個念頭 哎呀 本來就這樣 世間本來就是這樣 眾生本來就是這樣 那本來就這樣說 我就跟你講嘛 你就會看那個樹 枯枝了 你知道葉已經黃 葉子已經變黃了 風有來沒來 它都會時間到 都會怎麼樣 掉下來 那只是風來了 讓它比較早掉下來 只是這樣 那你不會因為風來了 把它吹下來 哎呀好可惜喔 好無常喔 不會 因為本來就隨時有風 會過來 一樣的道理 一樣的道理 那你要常常想喔 你看這個是很簡單的道理 所有的道理 世間上都是緣起的 一切法都是緣起的 一切法都是無常 並不是我們去觀它 它才無常 它才緣起 乃至於一棵樹 一條蟲 它都包含的真理在 所以以前就有人問莊子嘛 什麼是道 它後來越講越下嘛 再揉以再 它說怎麼那麼低下 再糞尿 它怎麼越講越講越不堪 一切法 既是一個大便 一隻蟲 它都是無常無耳的啊 那個就是道啊 道理啊 但是以前認為道理就是怎麼樣 很高大很深廣 要爬上喜馬拉雅山才看得到的 不是 不是 要錄定好幾天才看得到 不是 道理就在 原起無常 就在日常生活裡面 就在我們的身心變化中 就在我們的一呼一息中 你都能看到 只是 你沒有好好去想 當然這個時候的心還沒有力量 但你看了看了看了 常常想 常常想 想的時候等到你心 培養你心的力量 再去努力去想 這個時候 就漸漸接近於道 它並不是說 你一定要坐在佛堂中 看著雜阿喊 你才會知道 哦 無常無我 不是 你書合起來 看見鄰居在吵架 你就知道無常無我了 是不是 一樣啊 所以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廉恥大師 讀書之後 讀書之後 父母往生了 他看到無常 這從這裡看到無常 去腦袋上 拿著 拿著杯子 杯子很燙 手一放開 杯子破掉了 看到無常 這個 這個 釋迦牟尼佛 那個時候 還沒有人跟他講這個道理 他坐在 普及樹下 看見流星化過 他看見無常 流星不化過的時候 就是慘嗎 還是無常 杯子好好的時候 就慘嗎 還是無常 只是這個 只是這個節骨眼 讓他看見 之後他一看見了 即使杯子沒有破的時候 也是無常 不是杯子破了才是無常喔 身體好的時候 也是無常 不是身體要死了才無常 不是的 只是說我們要跟 我們要讓大家知道就是 你要從日常生活中 從人與人的 就是心境互為影響 我們常常起煩惱是因為 身體 的變化讓心理不好受 環境的變化讓心理不好受 人跟人之間的變化 讓心理不好受 所以我們叫做 心境互為緣起嗎 那麼身心互為緣起嗎 心跟心互為緣起嗎 人跟人之間嗎 或是人跟眾生之間嗎 有情嗎 也許他是一個天人 是一個鬼 是一個人 是一隻貓 是一隻狗 都一樣 就是有情與有情之間 所以叫三種世間 五印世間 國土世間 跟有情世間 那環境特別容易讓我們 影響我們的心境 所以 所以菩薩才要莊嚴國土 就是 因為眾生很難不執著這個環境的 執著聲音的人 一有聲音就睡不著 執著味道的人 味道不對就吃不下 這很簡單的道理 那麼你要慢慢去掉 一開始你叫他不執著做不到 沒辦法就是沒辦法 有潔癖的人 一點點的髒 他沒有擦掉 他都沒辦法 那麼非常喜歡安靜的人 一點點的聲音 都會讓他睡不著 那所以 這個時候你必須 必須要創造一個 有利於他的環境去幫助他 成熟他的善根 為什麼要莊嚴國土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那我們最重要的是 讓我們的身心莊嚴 那麼由之向外 當你不止取的時候 一切的世間的變化 不能擾動你的心 其實這個前面也是常常說 心動極為魔夫 為死死者則為死死 為煩惱所指使者 他就是為煩惱所控制 一樣前面反覆都在講這一些 好 我們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 會見到有我 亦我相在 有我就是色即是我 受想形式即是我 然後這個叫其運我 亦我就是色不是我 色之外有我 也許是受想形式 也許是另外一個 那麼亦我就是不是我 不是我就是你運我 相在我們就簡單叫做相在我 就是我中有色 色中有我 那詳細說起來 色受想形式各有 即是我 那麼離這個色有我 即色是我 然後我在色中 色在我中 受想形式也是這樣 就有二十種 那麼這個在其他的經典裡面 也就有講這二十種神見 後面 那麼我們再往底下看 他說 這個 你會還認為 有我亦我相在嗎 不管是有我亦我相在 都是我 那麼他已經不直取這個我了 所以不管在 不管從什麼角度 都不會認為有我 其實是這樣 就好像 就好像你已經知道這一間是空房子 沒有人住的空房子 你就知道不管打開哪一個房間 打開浴室 打開廚房 打開臥室 打開主臥室 打開什麼 你都不會看到了 因為它是一間空房間 類似像這樣 所以不管你從哪一個角度去觀察 從哪一個角度 這個通常是當時印度人 對我的執著的幾種方式 所以不管你從哪一個角度去做觀察 你都不會覺得有我 如果你還發現到有我 那就表示 表示你還是有我指的 不管你從哪一個角度 你覺得受想形式無我 但是覺得受有我 那還是有我 他說 不也是尊 不會的 是尊 如是受想形式 一樣 只是把射 把射的這個角度 受想形式 再思為一次 同樣的道理 叫做同理可正 所以通常都是 亦父如是 也是這樣 簡單講就是亦父如是 好 他說無常 受想形式是常還是無常 無常 若無常是不是苦 是苦的 佛告比丘 若無常 苦是便一法 多聞聖地子 靈語中 見有我亦我相在否 一樣的東西 答也不也是尊 比丘 事故诸 底下 底下就從這個無我 射受想形式 這個無我 那射受想形式 這個無我裡面 有所謂的 集運我 禮運我 跟相在 我在射中 射在我中 從這個地方 再去觀 若過去 若未來 若現在 若內 若外 若出若去 若好 若醜 若遠若近 那麼這個 各個角度 你說 還有沒有成為從其他地方的 有 可以 但主要就是 它 主要的幾個例子 讓你知道 你就知道 所以 從我 從射受想形式來看 它大概 所謂的五類 五類 時間上的 過去 現在 未來 那麼 內外 出西 豪醜 遠近 從這五類 十一種 去觀察 我到底在哪裡 那我們說過 這樣的觀法 後來比較沒有說 特別留下來 那 一般我們 比較常見的 後來大聖經典 做一點 稍微做一點改變 所以像 你看寶雞經 波羅經 通常也是 波羅經還是比較照這樣子 那你看寶雞經 它基本上 大聖就是觀 過去 現在 未來 那麼 這個 豪醜裡面就是觀 這個 所謂的 所謂的 這個 煩惱 從煩惱這邊看 貪 稱 那麼 去觀 心是貪 是稱 是吃 如果貪心 如果心是貪 那不可能是稱 如果是稱 因為我們 凡夫比較有的就是煩惱 如果心是貪 那不應該聲稱 因為心有自信 其實是這樣 那從這個各個角度去看 好 那 阿漢經 這是常見的就是 這個 過去現在未來 內外豪醜 粗細遠近 那色的豪醜是比較容易 遠跟近 基本上應該就是清晰不清楚 清楚不清楚 越遠就越不清楚 一個概念而已 越近就越清楚 輪廓都出來 基本上是這樣 那心也是這樣 你討厭那個人 有一點討厭 那也不是很討厭 他就是有一點討厭 你喜歡這個人 喜歡到什麼程度 你非常清楚 喜歡什麼 那就是很喜歡 也說不出來是喜歡什麼 人想怎樣 像這個摩登前衣 你很愛阿難嗎 佛者就問他 那你愛阿難的什麼 他想了一下 都愛 從頭髮到眼睛到皮膚 來自於他笑 我都愛 那這個就很清楚 若遠若近 若好若走 若粗若細 若內若外 比一切 非我 不予我 不相在 你再從各個角度去看 你就會發現到 這一切都無 不管是內跟外 那內跟外當然可以說 深內看不見得 跟深外看得見的皮膚 牙齒這一些 也可以講是身體的 這個叫內 身體之外的叫做外 那麼當然就看你怎麼樣去觀 這兩種都有人講 粗跟細也一樣 那麼粗的 比如說看得見的 這一些 骨頭 這一些 細的 像血液 這些神經 這些看不見的 那當然有一些就是比較大的 比較細的 都是看得見的 也可以叫粗細 那不管你怎麼觀 你就是 原則上就是 從哪一個角度上去看 原則上就是 他沒有自信 那我到底在哪裡 我在內還是在外 在過去 在現在 在未來 然後在好 或是在醜 煩惱生起來的時候 從心來講 瘦小心來講 煩惱生起來的時候 是我 還是沒有煩惱的時候是我 那麼你好好想這些問題 那麼你會發現到 要比一切 不管你從哪一個角度 取哪一個像 他都是無我的 那麼無我就包含 非我 非 非即是我 非 就是非即運我 非離運我 非相在我 沒有我 都是無我的 非就是沒有 沒有我 我就是 這個色即是我 五運即是我 义我 離開五運有一個我 相在 我在五運中 五運在我中 你會發現都沒有 不管你從哪一個角度看 都不是真實的 如是受想形式 一樣 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 若內若外 若粗若細 若好若醜若遠若近 比一切非我不亦我不相在 那如果是我們 那我們在這個世間當然 一般你說 你說那我要這樣去觀 那個是比如說 你坐下來的時候 好好觀察自己的身心 那平常的時候 那麼 通常我們會起煩惱 或是我們會執著就是 與我有關 與我有關 或傷害到我的利益 或是我的感受不好 我的印象不好 所以 通常都是這樣 那麼這個時候 你要有警覺性 比如說這個人干擾到我 這個人影響到我了 這個人冒犯到我了 這個人傷害到我了 這個人傷害到我了 那麼你開始 可以起煩惱 這個開始受想師 這個都跟進式和合身處 處去受想師 感受印象不好的時候 心裡面就開始做了決定 要反擊 要反駁 要反抗 反正就是像這樣 開始就 這個就是受想行 然後之後就開始造怨 然後造怨就開始 隱身有很多後遺症 你生氣 你生氣 他也許感受得出來 但是你罵他之後 生氣罵他之後 後面就有後遺症 他也許罵回你 也許怎麼樣 也許在幾年之後 也許在幾十年之後 他還記著你的不好 怎樣 不管 就是他會有一些影響 那麼這些影響 你生氣罵出來之後 你回去還是生氣 不會因為你罵他之後 你就變快樂了 不會 但是你可能會覺得出了一口氣 比較沒那麼氣 但是還是氣 這個時候 你就要靜下來思想 這個承認心是我嗎 他冒犯到我 到底是冒犯到什麼 那我在哪裡 冒犯到我的什麼 那麼你還就可以 就可以靜下來想這些問題 當然很生氣的時候 沒辦法想 那如果我這個時候問你 你一定會很生氣 我就是我 我問那麼多 你管我那麼多 就會這樣 但是那個時候 你要讓心事的平息下來 坐下來的時候 你要想這些境界 讓我痛苦 就像廣經老頭上講的 痛 到底是誰在痛 是身在痛 還是心在痛 那心為什麼會痛 心是我嗎 心是什麼 心是受想行事 那到底受是我 想是我 行是我 還是能夠了知痛的這個是我 那痛到底是痛在哪裡 你仔細想的時候 你真的找不出來 你真的仔細去跟他想 你真的找不到 到底 到底苦是苦在哪裡 為什麼 為什麼要苦 真的 那我就說過 那我就說過 我有一次尋麻疹 半夜 很癢 沒辦法了 那個時候找不到醫生 半夜 尋麻疹都發在半夜 很癢 又不知道怎麼辦 剛好我有讀這些節目 就起來做 到底癢是癢在哪裡 到底是誰在癢 我就開始去找那個癢 很專心去找 癢到底是哪裡 皮膚在癢嗎 好像也不是 如果你心沒有感覺 皮膚癢 你怎麼會知道 那知道癢的到底是什麼 一早一早 找到最後 不癢了 真的 廣軍老實上講過痛也是這樣 我有一次去參加癢期 那癢期有時候 因為那是世中弟子 世中弟子都參加 那個時候剛出家 記得我是去福遠的地 第一年的暑假還是寒假 我忘記了 那麼很多人邀我們去參加 說那個癢師非常有名 怎樣怎樣 好像去了就會開悟這樣 那個時候我們同學 有很多人去參加 至少我看有七八個 七八個 可是那個慘法 就是有一點點 就是打罵的 打罵式的那種 好 那我們去參加完之後 因為都是有在家有出家 有男重奴女重 我們又是出家又是男重 總是就算擺 都要擺出個樣子出來 人的我見我愛就是這樣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就用雙盤 就酸盤 那因為我們以前打坐都習慣用酸盤 可是哪裡知道 坐了大概四十分鐘之後 腳開始酸了 就很後悔 不要理 可是大家都沒有動 你不敢動啊 因為動沒面子嘛 動那個尋香了就過了 就開始罵你啊 那你是說如果大家都比丘被罵還沒關係 因為我比丘你 因為我在家的男重女重 這個被罵實在是 臉拉不下來 又是敷衍出來的 哇這種 這種時候就一直忍啊一直忍 就想說 哎呀快到了快到了 可是你越忍喔 時間走得越慢 不曉得為什麼 真的是嘟嘟嘟嘟嘞 那心裡面就開始跟自己講 不管啊不管啊 要放下來了 可是還是不敢 那不知道為什麼心態會不曉得 就心裡面一直在那邊掙扎 難過 不管啊已經要放下來了 我受不了了咯 我不管了啦 不要那麼暗面子啦 怎麼這樣 還是不敢 後來就很痛 後來真的沒辦法就觀察 好 現在你越想越痛喔 真的 那麼越覺得痛就越不安 越不安 時間就過得越慢 那我們知道定義為什麼時間那麼久 通常不是真的那麼久 那個是很難熬 時間縮長 那麼時間延長了 那我就開始在那邊想說 好那就關他痛 到底是哪裡在痛 我看你能有多痛 我就看你能夠痛到什麼程度 開始不再說 一直要他不要痛的時候 因為他已經不能不痛了 那麼就開始想說 好那麼我看我能忍到什麼程度 我看你能夠痛到什麼程度 開始先這樣想 我看你能夠痛到什麼程度 我看我能忍到什麼程度 就開始這邊關關 關到最後 就看到痛 痛在哪裡 痛痛痛 關到最後 痛感不見了耶 真的 當然不是每一次都可以這樣 那是沒辦法的時候 已經沒辦法的時候 那我們有時候也是這樣 很苦 苦到沒有人可以講 也不知道怎麼解決的時候 因為你一直执著在那裡 在那個鏡上一直繞 一直繞一直繞 尤其是身心的鏡 尤其是外在的鏡 尤其是哪一件事哪一個人 讓你走不出那個傷痛 找不出那個悲哀 走不出那個痛苦 走不出那個稱恨的時候 你不妨靜下來的時候想 到底是在稱恨什麼 到底什麼是稱恨 到底什麼是悲傷 到底悲傷 到底悲傷是從哪裡生出來的 是心嗎 心只是心臟 他只負責輸送血液氧氣 他還負責高興跟不高興嗎 那心在哪裡 心是心臟嗎 也不是 看起來好像心也不是心臟 那是腦嗎 是意識 是意識心嗎 那意識心又是什麼 那你好好去想 這個時候 就是說你遇到 通常我們就是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 才會這樣 那你好好去想 反而靜下來去觀察 那心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 我們能夠覺知這一種 憂悲惱苦的心 到底是什麼 然後這個憂悲惱苦 到底又是什麼 為什麼我會覺得憂悲惱苦 感覺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怎麼形成的 你這個時候好好去想這一些 有時候你就會有一種 一開始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 你找不到那個心啊 真的找不到那個心 那簡單禪中就是 那我心不安 那你把心拿來 你去 你心在哪裡 這個是簡單講的話 但是實際上 你真的去操作的話 它好想 像這裡講嘛 若內若外 在內在外 好很醜 好的心不好的心 粗的細的 你從各個角度 當然不一定依照它這樣的 但是你也可以 就是說 你就從實際上的去觀察 你生起這個痛苦的心 那我以前曾經快樂 那快樂的心哪裡去的 我以前曾經快樂過啊 海北這樣的時候 我是快樂的啊 那個快樂的心哪裡去的 那現在痛苦的心 不就跟我以前快樂的時候一樣嗎 那為什麼現在轉成這樣呢 是誰讓它這樣子的 你仔細去想 你思維它 思維有力量 所以想思想就是力量 真的喔 好 我們在從底下看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 好像我們也不知道怎麼修了 好像我們一定要在佛堂上 盤 就是雙盤起來 打坐起來 才能修 不是的 那因為 只要你有比較強烈的詞曲 那麼引發你強烈的感受 通常我們在樂壽的時候 不太會想這些東西啊 說我的樂是從哪裡來的 你只會想要一直安住在這個樂當中 你想辦法安住 你很少會去想我樂從哪裡來的 但是苦的時候 就有助於我們想 因為你不想要苦嘛 這很簡單 所以為什麼都是從苦路到 好 我們到底下看 那麼色色想行事也是這樣 比一切非我 不予我 不相戰 聖地只觀此五壽因 所以你也可以觀 我在苦壽中 還是苦壽是屬於我的 那一樣嘛 在苦的時候 在煩惱的時候 我現在起了煩惱 那我是被煩惱包著的嗎 還是煩惱是從我不斷不斷地 跑出來的 那我又在哪裡 煩惱又在哪裡 那你去想這個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慢慢慢慢 可以慢慢慢慢解析掉這個我 解析掉這個我 好 所以如是觀時 如果假設你這樣去做觀察 那要先觀察嘛 觀察之後才能觀照 那麼 余諸世間 無所取卒 這個時候 你對這個世間 就無所取卒 那我們講世間有三種世間嘛 它不單單是對這個世間 對身心 世間最重要的是五壽世間 從五壽世間而來的嘛 當然還有其他的解釋法 不過基本上就是五壽生心的世間 五壽的世間 然後才有有情世間 一壽的有不同的身心 但不一定都是五壽 但是五壽是針對人說的 有情世間 有情所壽的就是國土世間 就是環境 那你會發現到世間無常苦 無我 所以常常講世間無常 世間是苦 無我 就歸結到這邊了 其實是無我的 那社會講情是無常 無常 它是從 不斷不斷在變 不斷不斷在變化 那無常故苦 苦故無我 那有時候 不直接通過苦 無常就無我 有時候是通過苦是無我 因為我無我 因為我 因為我 無常獨一自主 苦就是不自主 無常就是不恆常 有時候 所以我們有時候 觀無我 觀這個五壽或是六處 或是六戒或十八戒 十二處十八戒 或是六處 或是六戒 或是十八戒 運處戒 無我 那有時候講 緣起無我 緣起就是 沒有 緣起就是不是獨一的 它是因緣合合的 那無印也不是獨一的 無印是什麼 無印是 社所講人是合合的 所以它也不是獨一的 當然你認為說 無印不是無我 而是社就是我 它是獨一就是我 可是社也是由地水往方合合的 那瘦就是我 瘦也不是獨一 瘦有苦瘦有肉瘦有不苦不樂瘦 想有種種想 一樣啊 行又有神律決定動方 所以它都不是獨一的 那你從這個角度看 不管是從很常 自信就有很常獨一 我就是自信 它就是我有很常獨一自主的概念 可是你從無常看 它不斷在變化 所以它是無常的 它既不是很常的 它是 它是色瘦想情是合合有的 色又是地水往合合有的 地又是種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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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的這個合合有的 這個物質合合有的 所以你不管怎麼分析它都不是獨一的 它也不是自主的 因為自主的就不會受苦 那這個角度上去分析就知道 無常故無我 苦故無我 那麼緣起 合合的施無我 所以所有的象都是一合象 它都是無我的 都是空的 那麼這個道理你慢慢想 多次的想 反覆的想 專心的想 那麼再把這個身心 擴大到身心之外的一切境界 都是這樣 漸漸漸漸 你就順於無肉 順於解脫 順於無我 這個就是 從文字剥落起觀照剥落 從觀照剥落得什麼 十項剥落 其實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要做的 我們已經有文字剥落了 我們已經有了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觀照 那我們也觀照了 要的就是什麼 時時觀照 就是這樣 好 我們下課